我覺得這個天鵝真的沉驚了 他在看我 他真的在看我 這就是昨天我給大家說 看到那個絕境長城的地方吧 會不會太美了 好香啊 好吃到沒有朋友 滿滿一口大海的味道 好香啊 這就是昨天我給大家說 看到那個絕境長城的地方吧 就是權力遊戲裡面的 面具的取材的地方吧 那一邊是荒芒大地 然後另外那一邊 就是人類文明 這就是法國大西洋沿岸的海 也是我昨天航海過的海 這裡應該是上那個 這個懸崖的一個 交通工具吧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 懸崖上面 懸崖上面看一下大西洋是什麼樣的 哇 我帶你們看一下 會不會太美了 哇 還有那個 達尼捕魚村 也不叫我們捕魚村 因為他的房子 相對來說 更現代一點 但是感覺是這樣 這就是昨天 和前天兩天 我從比利斯 沿著整個的法國西海岸 也是印象力海沙 慢慢抵達到這個 上諾曼地區 接下來讓我們去找點好吃的吧 根據導航 我看了一下 這裡有一個海鮮市場 但是現在是關門的狀態 所以說 應該是下午的兩點鐘才開門 我找個地方先去看一下 我在這邊先點了一個生蠔 也不叫青口 有點像是小青口 先試一下 然後我選的是大蒜和白葡萄酒做的 等一下兩點鐘的時候 海鮮市場開門 我們再去那邊逃一下 現在Enjoy吧 這個應該是屬於當地的海粒子吧 我估計有點像我們國內的海瓜子那樣 口感特別的鮮 就很很很難的鮮味那種 沒有被一點沒有加任何的調料 就是你能一吃就停不下來那種 全部吃完一個不剩太好吃了 這樣一頓才14塊6馬錢 好便宜 She's so cute 我買了一公斤的海瓜子還有一些生蠔 我買了一公斤的海瓜子還有一些生蠔 完成 要完成 但他們不說英文所以說特別難 但他們這家應該是這裡最大的一家了 我覺得東西都夠新鮮 他們噴生蠔這個速度真的是特別快 今天有大餐吃了 這個生蠔真的很沉呢 因為裡面有冰塊的原因 我花了12歐 還是買了它櫃檯上最好的 才12歐買了18個 平均一個連1歐都不到 但是這個我能感覺到它它搞得特別乾淨 品質也挺好挺新鮮的 我們一起嘗一下 法國著名的諾曼底區域的生蠔吧 好了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準備今天的晚餐 生蠔呢我就準備吃新鮮的了 感覺品質特別好 哇 特別棒的感覺 今天要做兩個口味 一個做一個 用威士忌來做的 然後另外一個口味呢我準備做一個 用火鍋底料板的 炒辣一點的 啊已經有很香的味道了 嗯 喝一下 椰子已經起來了 好香啊 我剛才嚐了一個 好吃到沒有朋友 特別新鮮 就是很原始的 雞腿的那種味道 特別香 在偷吃一個 哇 太 đấy improved 好 Esse packaged 上调料 现在开始做第二个 夹火锅底料 夹花椒粉 还有秘密武器 我们从四川带来的辣椒面 这个才够味啊 四川人走到哪里 就是一包火锅底料解恩仇啊 夹的可以不要 火锅底料一定要有的 洗酒再来一点 可能闻到火锅底料的香气 一发那么快 好了可以了 我们出锅吧 味道也有了 麻辣口味的炒清口 完成 走 准备出去吃 看到没有这么大 一盆两大盆 比我脸都还大的两大盆 这边是辣的 这边是不辣的 我用橙子加了一点 哇好吃啊 没有朋友 太新鲜了 嗯 太好吃了 哇 这个生蚝是比我们上次在德国 Gookhafen港搞的 感觉要专业的多了 看下生蚝的大厂 看下生蚝的大厂 不错吧 这是法国的诺曼底西北部的生蚝 是非常非常好的 来看一下生蚝的口感 一点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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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嗯 哇 太棒了 这才是生蚝 这才是生蚝 法国生蚝应该有的品质 特别的滑 感觉特别的干净 特别的舒服 你吃在嘴里就有那种品质感 觉得满满一口大海的味道 你知道吗 太棒了 这个味道 停不下了 试一下我们的海瓜子 这是麻辣口味的 吃到嘴里先有一个火锅的味道 还有花椒的麻味 哇 太棒了 哈哈哈哈 这就是我现在法国的 花了16.5欧 这个是12欧 这个是4.5欧 人民币折合 我看16.5欧 130块钱吧 这是我130块钱 在法国的西北部 上洛曼地地区 的美食 有机会你们来看一下 我不和你们说了 我继续了 太好吃了 再见